而光丰农会因应买气不佳的情形 也特别关心建筍市场的展示变化 不仅启动了收购加工的作业 尤其今年扩大办理 让不少部落的农民放心了 也高度肯定农会帮忙 甚至于回购品尝真空包装的建筍 大家都说口感鲜脆度和风味都没有改变 部落建筍农现采现拨 白嫩鲜脆的建筍送进来后 光丰地区农会安样鼓鼓鼓厂人员 先以清水清洗挑选 分级统一重量后 加入特制的保鲜水杀菌 以专利真空包装带来包装高温杀禽 锁住建筍的原味 建筍筍基本上它是前中后 所以每一年我们农会在价格在中期的时候 价格稍微偏低的时候 我们农会就会来做建筍筍的加工 政治建筍大出的时刻 量多价格其余正常 不过农民却反映买气不佳 光丰地区农会为此不仅即刻启动建筍收购加工作业 尤其今年度更是扩大办理 让部落建筍农放心了不少 这个加工是我们通过改良厂的技术 它可以加工以后可以保存一年 以舒缓在建筑筍产期集中量产的时候的压力 需要能够平衡市场 也能够照顾我们农民的收益 光丰地区农会今年扩大建筍收购价格与产量 稳定市价也协助农民减少农损 令部落农民高度肯定 甚至也会回购品尝真空包装的加工建筍 也直乎口感鲜脆度与风味都没有改变相当好吃 阿龙如果说你们产量多也可以一部分交给他们 对啊对啊 我们都我们大概一天卖多少我们自己知道 然后这里的话会供应它三十五十六次 每年依市矿来启动收购建筍加工机制的光丰地区农会 每年预估的三千斤的收购量也因为产季净尾声 量少价格又会提高 都会鼓励农民去销售 因此始终都未能达标 平均收购量仅有目标的一半 总管市张明发表示 启动收购加工机制平稳市场 加工保鲜延长渐损使用期 增加农民农产经济收益一举数得 记者是宇兰光复采访报道 并何不相关在此 List 请绝.:请정。 转笔。 您等 cookie。